节目一开始我们第一时间 第一首要帮你解读台积电重量级法说会 大家都在看 所以来请慕华帮我们解读一下 我们第一时间赶快来解读 第一个我们先来解读他第三季的表现 对第三季的财报 就在今天法说会一开始就先揭露 然后呢就是紧接的发布第四季的财测 以及呢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回答这个投资人跟法人的问题 好所以我们先来讲第三季 对那一开始呢我们节目 这个录影的时间马上这个数字就出来了 这个数字真的让我觉得很惊艳 哇那这个数字 真的是让市场大家眼睛一亮 好来 毛利率 57.8 哇这个是实在是大幅超标 原先市场预估毛利率 这真的是四四四 咖喱粘大腿呢 应该这样讲吧最早几个月前 市场还在担心台阶毛利能不能保53% 保53% 还担心53%啊 他还担心保53% 后来呢市场就说53%不是问题了 因为涨价成功等等 所以会到55% 结果没有想到55%不够看 今天公布在57.8 将近58% 这已经到法人预估啊 可能是明年的毛利了 因为法人一般看明后年 有可能会到60% 所以阿冠58%已经几乎到明后年 第一个让我经验是他的毛利率竟然高达57.8 非常经验 第二个让我经验是他的EPS 对 12块5毛4 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很多预期啊 都没有人预期到这个数损 都预期11块左右而已 11块左右呢就没创历史新高 因为台阶最高一季的EPS 是接近到12块 接近到大概11.9 那这一次公布出来 居然达到12.54 代表什么 代表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主要原因 就是毛利率大幅上升 所以代表今天不只是 创历史新高 超乎预期 而且是超标 对 完全大幅超标 而且这是创历史 单季的历史新高 那这个就是第三季财报最大的亮点 这两个重点 对 这两个重点 EPS 没错 那当然另外的重点呢 就是看第四季的财测 那我们来看第四季 来第四季他告诉你什么 他说收入261亿美元到269亿美元 那市场原本预估是249 毛利呢 他告诉你 第四季会来到57到59 市场预估54.7 预估估得太低了 而且大家看一下MEGA在哪里 台阶线给的数字非常精确 你想看 这个下一季的一个情况 他居然可以把261到269 中间只有差8亿美元而已 代表说他非常有把握 那因为现在正在发生进行事 对不对 这第四季 因为你也在台积电视 收到订单才开始 对啊 所以说他非常有把握 他已经很清楚 我都知道我手上什么订单了嘛 对 我个人预估 最终明年第一季出来数字 会超过269 会达到财测的上原 上原甚至超标 哇 因为你想看 他现在第四季是现在进行事 对不对 然后他把数字抓得这么紧 代表他非常有信心 他很清楚 他第四季会有多少营收 现在都已经知道 所以他给出这个数字 告诉你269 其实应该就在明年第一季 公布出来的法术 甚至有可能会超过 对 那毛利 那另外呢 这个市场预估是249.4亿 就是250亿 其实是大幅超过了 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 好 那我们来看毛利 来 对 那毛利是57到59 那这一季的毛利公布出来 不是57.8吗 接近58吗 所以换言之呢 第四季的毛利 还会再略为上升 也就是说会比第三季的57.8% 还要再略为上升 可能会到58% 甚至58%出头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从毛利可能还要再上升 那另外的营收呢 也超出市场预期 而且呢 一般呢 我之前看到的这个大摩的报告 是认为第四季的营收 即比增幅10%啦 10%就是给出说 第四季的营收 叫第三季增加10% 但你从这个数字 换算31块半的美元汇率来看 低标261就达到接近10%了 如果是高标269 是超过10%的 所以那个成长率也很惊人 很惊人 不是只有我们觉得惊艳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到 他今天法术会 没有错 全世界都觉得 他今天法术会不得了啊 所以股价ADR在美国 现在已经我们录影的时间 是下午的2点48分 已经标7个百分点 已经标7个百分点 7%那是喷出哦 我刚看是4%而已 刚刚看是4% 过了20分钟 现在飙到7%了 我们来看看预期的落差 所以市场呢 每次台阶展开法术之前 都会有些预期 反而会出一头拉股的报告 结果通通 我说实在 不要讲共估啦 通通都低估了 不要说共估 低估了 我们来看毛利估55嘛 结果来到多号 57.8 营业率估44左右嘛 对 EPS估11块半嘛 结果来到超过12块 12.54 所以通通低估 通通低估 而且是完全打败市场的预期 事实上不是法人低估 是整个市场都低估 对 全市场都低估 那为什么 能够潮湖预期 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们请导播放今天台积电的江波 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股价 如果大家对台积电的法说会很有信心 觉得会非常棒的话 那今天台积电股价不应该收跌10块 不然你看到盘中还打到1030 今天收盘还勉强收到了1035 收上来5块钱 所以还是跌10块 所以法人通通失准了 全市场都失准 其实法人已经看了乐观了 代表市场其实有另外的因素 去绊脚石拖来台积电 应该是说市场认为台积电顶多就符合 预期了 我之前都预期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因为它的利多是市场 之前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也认为就算它今天财报不错 也反映了 所以股价在今天反而是下跌10块钱 下跌0.96% 没错 但没有想到 大家通通没有猜到 好 那我想今天晚上ADR 跟明天的台积股价就会反映 就应该是有一个亮眼演出 那为什么能够超乎预期 甚至超标呢 我们回来看它的产业结构 它今天为什么能够拿到 这么高的毛利率 跟它的高阶制程有关吗 没有错 就是它这个三奈米 我们都知道它的制程越先进 越往前推 基本上它的毛利就会越高 所以关系它毛利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良率 第二个就是先进制程的一个进度 阿冠你知道上一个季度 三奈米是15% 占它的营收比重15% 这一次居然大幅跳增5个百分点 这是很猛的 很猛 三奈米跳到20% 另外5奈米32% 然后7奈米17% 这三个我们加起来叫做高阶制程 高阶制程就是台积电赚钱的地方 我等一下会讲说 为什么台积电有个绊脚石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这个高阶制程已经占7成 就代表台积电几乎现在目前70%的一个制程 全部都是高毛利的 高毛利制程到底是 什么样的产品要用到 这么高的毛利的制程呢 来AI跟智慧手机 而且AI的比重现在竟然超过智慧型手机 这个是AI第一次高效运算超过5成 也就是说AI晶片的部分 高效运算的部分 已经是占台积电这么大营收 一半以上 未来还会再持续增加 代表台积电是不断的在往最高毛利 而且是毫无竞争对手的一个 这个所谓蓝海市场走 它没有竞争对手 现在完全所有厂看不到它的车尾灯 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 导致现在毛利这么高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回到股价 因为现在ADR已经大涨超过7个百分点了 乐观期待明天吗 我个人是一直乐观 你知道上个礼拜来 我们就讲说台积电股价会在法座会前就先涨了吗 果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一波最高到1075吗 悲观了 不要说悲观 保守的都说 前两次法说之后都利多出镜 对 你还记得吗 我上次不是在您节目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法说之前先涨了 对 那么法说之后就会利多出镜 那这次有没有先涨 有吗 有先涨 对 所以大家都认为 差不多了 也加了 不然为什么今天会是黑K 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台积电现在本益比也不低了 就是如果说以今年 一般法人估大概43块44块 如果以今天这个拿到12块 12.54来算 它今年的EPS非常有可能在44块到45块了 那如果以这个44块45块来算1000多块 它本益比其实也不低 但是如果你展望明年 法人预估它的这个EPS可能会到这个53块到55块的话 那这个本益比就下降了 所以历史不必然被扶持 对 所以我们再来看股价 对 我们来看 其实台积电跟艾斯莫尔 我们先来看艾斯莫尔那一桩 台积电跟艾斯莫尔也息息相关 跟NVIDIA息息相关 好 那为什么讲说台积电有个绊脚石呢 其实这个大绊脚石就是它的上游艾斯莫尔 因为艾斯莫尔不是那天突然胖手指吗 对啊 你可以看到 告诉你说它被砍单了 未来的猜测不妙啊 我觉得它提前一天公布它的财报 是有这个大trouble的 它不小心 它真的不小心 我是不太相信不小心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呢也是好事 你可以看到它股价那当天是大跌16% 对不对 是 这创历史最大跌幅 就是它挂牌历史最大跌幅 结果呢最新交易日又跌了6% 所以呢跌一天不够还跌两天 超过两成 对你可以看到高点是1110 1110 反正呢这个胖手指呢 让股价现在已经跌了22%了 艾斯摩尔已经跌掉了 它的欧洲股市最大市值的宝座了 它的宝座已经拱手让人 就是因为这两天的下跌 好那 为什么今天台积电股价会比较弱 我觉得是被这个艾斯摩尔 也拖累了 对因为就大家看到艾斯摩尔财报 这么什么在手订单 几乎打到骨折 怎么会是这样状况的时候 担心台积电出来也是爆雷 所以这是一个导致台积电 股价为什么今天 一方面担心过去历史经验 偷视也担心 在法说之前也涨多了 反应了 那么之前的预期呢 大概大家都知道 第三个担心艾斯摩尔 好那但是大家担心是过滤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现在是过度倒入了 对啊 就是想太多了 事实上台积电股价就是这么好 那为什么台积电可以这么好 艾斯摩尔这个电话会议也透出了玄机 艾斯摩尔电话会议是由他CEO亲自主持的 他说了什么 他一开始就先道歉说对不起我们怎么意外的提前一篇发布财报 之后他就讲了这些重点 我把重点截录下来 第一个他说呢 虽然我们现在继续把AI视为是最主要的驱动力量 就跟台积电现在目前最主要的毛利啊 营收来自于AI 他说呢且有潜在的丧行 就是未来还会再增长 但是哦 他看到我们其他领域的复苏啊 比预期更为缓慢 其他领域就除AI以外 而且他讲的更白的一句话就在这一句哦 他说如果今天没有AI 他说市场会非常黯淡 没有AI完了 世界前市场就是靠AI了 对没有AI完了 他说复苏呢 并不会像大家所想的这么容易 他说呢 我们现在不只是只有两个客户砍单 因为我们才是英特尔和三星 对结果呢他说我们超过两个客户 有更多的客户推出的订单 所以就多加一家叫Global Foundry 革新 是革新不是台积电啊 没有 他也讲了 他昨天在电话会讲说呢 他所有的EUV完全符合预期 EUV就是台积电嘛 现在台积电就只有台积电嘛 所以说基本上台积电的部分完全没有问题 来 移动装置讲的应该就是 苹果 苹果 对 iPhone 16 对 PC的部分 就是传统的电脑 没错 复苏比预期来得更疲软 对 所以也就是除了AI就有其他都不太妙了 所以他讲的这一番话 不就解读了今天台积电大好的一个原因吗 就是说台积电就是 完全没有竞争对手在高阶制程的部分 那所有的竞争对手看不到他的车尾灯 另外过去想要跟他竞争的像三星 像英特尔 现在全部陷在泥脑里面 就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 所以台积电未来就是一路的 往更先进的制程 两奈米这样推进 既然市场只有AI 对 我们往下来看 那么NVIDIA会涨 就可以理解了 对啊 那所以我记得之前在阿关你节目讲过 台股不靠台积电 美股不靠挥达 到底要靠什么股票推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档股票 就一路的往上推嘛 那就创新高的一个股票 一步一驱 对啊 一步一驱 所以这两个就是 那个软身兄弟就对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带动的外衣效应 所以呢 选股就很简单 选股你就一定要找台积电相关的 这个高阶的部分 你不要去找那成熟制程的哦 你要去找高阶的部分 像高阶有介入到这个测试啊 介入到这个测试设备 或者说呢 有做到这个封装 类似像这样子的 比如说呢 探针卡的尹威望系 为什么我抓这六家 这六家全部都是 九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 营收创历史新高 另外呢 我还去比对了 它的毛利率还要再增长 不是营收创新高就算了 我毛利还要再增长 代表我EPS要上去 所以你看到尹威 毛利年增将近两成 然后它的营收呢 年增88%月增13% 营收毛利双增 对为什么它这么好 它事实上它另外一个 这个竞争对手叫望系 也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做探针 就是卡到了这个高阶制程的部分 好那另外呢 再讲联军 联军今天股价 又是一个大戏剧性的演出 对不对 CPO 你说联军有没有基本面 联军的基本面 大家看这个地方 毛利年增21% 营收年增6成3 营收年增6成3 然后月增21% 而且它的毛利呢 其实第二季就已经到38%了 所以它毛利也不算低哦 那CPO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算一路上去哦 所以说这两档 就是标标准准的 跟了台积电走的 那另外像加折是 大家去讲 最近的这个议题 就是那个水冷快接头嘛 那水冷快接头 那加折有没有基本面 你可以看到加折 它的毛利14%的这个年增 然后呢 它的营收月增年增 所以基本上 我们单看这三档 那当然这个是电子标签 这个跟台阶比较没有关系 那华硕也是这个AIPC 对不对 也是伺服器 华锦电就做产物的 也是半导体的产物 所以你在这一些的 这个概念族群去看 为什么他们的营收 可以创立的新高 就看出这个端倪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